現在是11點25分 週五的晚上 大陸時間是2點25分 我們這裡很快就 再半個小時就是凌晨 週六的凌晨 現在我正在煮兩隻雞腿 準備吃宵夜 燒養下巴還沒回家 但我習慣了吃宵夜 如果不吃宵夜的話 一會兒睡覺就睡得沒那麼香 這種習慣 人無夜草不肥 果就是一天都吃四五餐 但好像 吃極都是這樣 所以叫油浸都不肥 晚上 都是我吃宵夜的多 燒養不敢吃 因為它是不敢吃 因為吃了就容易肥 晚上 所以現在就 我在冰箱拿出雞腿 直接放在水裡煮 然後去煮 這樣 要過水 過水之後 我把它切成片 這樣 先 一片片吃 我不會整隻雞腿這樣 咀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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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要經過幾次飛水 先盡量把雞皮煮熟一點 我不像八切雞一樣吃 見到很多血 我通常都不會看見半生半熟 最重要是煮熟它 因為這裡的雞就是 真的好像滾得很厲害 水已經滾了 煮熟了兩隻雞皮 現在我做節目的時候 可能會有雜音 聽到一些聲音 我要這樣滾它 大概有十分鐘之後 我再飛水 我再用刀切片 再加點菜 這樣吃 其實現在我已經有點餓 剛剛沖完涼了 我穿了這件衣服 趁這個 這個時間 我依然在這裡 做午夜譚錦記錄生活 這是我非常之願意去拍六獎的 所以這輯六獎是十一輯六獎 都要拍六獎 容易 因為又是一種興趣 所以是這樣 因為容易 所以我就是拍 先到第十輯六獎的時候 我說過 拍六獎是一件非常之簡單 加上現在我很熟悉的 那些操作的程序 所以更加得心應手 得心應手 現在我已經是 將它上傳到它 看看 還未分享 還在這裡審核 所以 現在是第十一七六獎 那些水很滾 真的非常滾 非常滾 那些水 說錯了 我是用開水來滾的 那些 雞鼻 一天時間了 週五 今天都 一直在家 沒有出去的 現在茶葉 基本上喝光 還有綠茶 綠茶包 待會我會喝綠茶 明天 星期六呢 我會出去 買些茶葉 晚上呢 我就不出去的 這個時間呢 也是買不到茶葉的 因為已經是三點半鐘 附近的超市呢 我們中國超市是 開到十點鐘的 另外這些外國超市 有些是通宵的 外國都開通宵的 不過要稍微 開車要遠一點 沒什麼必要 那還有呢 就是 七仔 我們大陸都有七仔店 七仔店 這裡呢 也是有 麵包啊 還有 還有那隻 叫做 薄餅 那些 那些 包來買 即是你想買那些 雞腿啊 那些炸雞腿啊 也很多 還有那些火腿腸 炸出來的 所以你想吃的話 要你自己不去煮 而是想直接 偷一下 藍的 去那些七仔店賣 都 有得買的 行路大賣 十分鐘左右 即個條馬路 非常之方便 但是你吃不吃得慣的問題 有沒有必要去買些炸的雞腿來吃 因為美國這邊的墨西哥人 老闆一早喜歡吃那些炸的東西 什麼都是炸的東西吃的 他們喜歡吃香口的東西 那我就 不是不喜歡吃香口的東西 只不過是 怕燥熱 因為我們廣東人來說 就是有點燥熱的 所以盡量避免就避免吧 沒有水了 因為現在 因為現在 我是 滾那個雞腿 所以沒辦法了 習慣了拍 視頻的時候 邊拍邊喝茶 反正我覺得 喝一些龍茶 是非常之 好喝的 那我才能夠 我便吃回這些 這些吉 酸酸甜甜的 好喝 現在這個洛杉磯天氣 不冷 不熱 雖然我洗完澡之後 我穿多一件衣服 但也沒有問題 但是我不穿這件衣服 穿短的衣服也可以 只不過是 穿一下 就是 這樣保險一點 既然都不冷又不熱 今天穿多一件 沒有問題的 三點 三點 我看你吃宵夜 一會兒 吃宵夜的 大家可能 做得好的話 都將近十二點鐘 十二點鐘 才可以吃到這些東西 就是我 預計的時間 因為還有些菜 菜很容易燒熟 大陸現在已經是下午 到週六下 兩點半鐘 就開始有下午茶喝了 也是很熱鬧的 下午茶 你想找位置 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 星期六星期日 都是比較旺的 特別 北京路的五月花 東興順 還有這個 富豪酒樓 這些地方 以前都經常去的 當然我媽媽是經常去富豪酒樓喝茶 讓我回到廣州 都不會當失路 因為 記憶很深刻 那些路 那些車 坐什麼車 都知道我有電車 太熟悉太熟悉了 好了 現在先聊到這麼多